美国商会每年公布的白皮书 向来是政府施政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2009年白皮书刚出炉 与去年最大的不同就是 向来极力呼吁两岸尽速直行的建议 今年终于落实 美国商会给政府的肯定不在话下 不过对于利愿要修法将双卡利率从20%降到12.5% 美国商会再度提出警告 这将危害金融市场自由 也会让外资产生疑虑 此外台湾从今年起要实现对WTO的承诺 落实政府采购法 美商呼吁除了国家级的公共建设之外 也能让县市级的建设对国际竞标者开放 扩大外商参与程度 不过台湾近来国际竞争力排名下降 也引发外商关注 认为政府效能不佳是主要原因之一 成立超过50年 拥有450家企业会员的美国商会 可以说是在台规模最大 最具影响力的外商团体 虽说商人例子当头 但从外商的角度看问题 结偿补短也能有助提升我国的经济竞争力 不过于我们的进入 简直标